今天我要从这边接到这个 这里是里洋车站 我在里洋车站要搭这个TGV TGV好久以前我搭过 很多人很喜欢做火车旅游 我觉得火车旅游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啊 感受不一样的 因为在欧洲 他们的火车 感受非常多元 除了有法国也好 最有名的是德国 有夜铺火车也好 上下铺火车 一等车厢 二等车厢 有包厢 各式各样 全部因应俱全 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定得到位置付钱 它就可以解决掉所有问题 跟着日本有一点相像啊 日本也是各式各样的火车 吸引了非常多的铁道迷 去做各式各样的火车旅行 这是TGV 从这边到巴黎 大约500多公里吧 很快很快很快就会到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不一样的 TGV火车 今天里昂特别特别冷啊 下雪又下雨啊 所以比较寒冷一点啊 走吧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来 上车看一下我老妈 还有呢 还有呢 我老爸 这个还好不是岳父啊 要是岳父做成这个样子呢 我大概会放下120颗星啊 代表岳父啊 非常好相处啊 为人很和善啊 做得跟米勒佛一样啊 太享受了 在法国TGV啊 他商务舱的车子啊 座位就是比较大一点 也比较安静一点啊 还不错啊 带老爸老妈出来 当然要给他们吃好住好 啊 跟享用最好的啊 为什么 普通时候已经这么辛苦了啊 辛苦到这个时候 你不享受还有多少时间啊 对不对 所以能够让他们享受呢 再多我都愿意啊 每一年 都带着爸妈去旅游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到底要花多少钱 要带去哪里玩 其实 我自己一直也都没有一个谱啊 因为 我通常都是订了机票 想走哪 就去哪 想到哪 就去哪 这边停那边吃那边看 当然 会有很多自己心目当中 想要去的地方 花多少钱很重要吗 当然 它是一个 嗯 一笔要付出的钱 这十年来我大约有花了超过一千万吧 一千万啊 很多人会说哇 这么多 那要看每一个人对旅游的价值是什么 对我来说 千金难买早知道 所以 我觉得要花多少钱才是适合的 带父母出去 只要你平常省一点 自己少吃一顿好的 手机不要换最新的 把你 如果你有儿女的 把你对你儿女的爱投射到你爸爸妈妈 嗯 那就是非常好了 如果你自己想要出国去玩的时候 把三趟变成两趟变成一趟 嘿嘿 你就有多余的经费可以带爸爸妈妈出去玩了 对我来说 有心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再多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呃 我不想错过 我也不想要将来后悔 所以我把握每一个时间点 跟他们在一起 我很喜欢听一个 呃 偶像歌手 叫周杰伦 那我有那个机会去接触到周妈妈 哇 我发现 他也是一个非常孝顺 让我对他完全广目相看 那还有周妈妈的睿智啊 杰伦对妈妈的爱啊 所以 我会希望 有更多这样子的氛围 更多这样的观念 更多这样子的想法 呃 传递到 每一个认识我的人 喜欢我节目的人 哎 要及时 什么时候陪伴都没有关系 要把握机会 陪他们出国去 啊 要多付出 好吧 今天是我们的 带着爸妈去旅游 一样 法国之旅 走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中电站 其实在 13到15年前呢 在整个欧洲电动车就已经发展的 非常非常的旺盛 但是 台湾这几年来才发展的非常的疯 这个很大特别的点是在哪边呢 你注意看哦 在欧美现在电动车已经是世界的流行了 但是他很多的配套必须要做好 你像大楼必须要可以充电啊 呃 路边可以充电吗 那些配套都必须要做好 在欧洲十几年来都已经完善了 在欧洲发展非常非常的旺盛 所以你看现在的欧洲就是这个样子 标准的充电座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充电座 针对环保针对大环境 整个的配套措施 要有 电动车 就要先有充电座 要有充电座就要在德国立法通过 很棒的方法哦 我说你这很準備好了 我做什么 你想不想问 你听尽管你 你听尽管 你听尽管 我开启 你听尽管 就行 minute 我 我 自信的 我 你 这是 接着在德国上了车 换了车 我们准备开始 又是德国法国的边境旅游 这两个小朋友 并不是违规坐在前座 而是在前座的地方 他是设计三人 所以等于是驾驶旁边 还有两个位置 我们现在就慢慢来到了 法国跟德国的边境小镇 非常有名 他以圣诞世纪文明 整个德法边境 他就是史特拉斯堡 位于法国 欧洲很名人 我相信很多人 也很喜欢去欧洲 尤其是法国 对不对 那么好 我是Eddie 王岐春 那今天 我要带大家去 不一样的 法国小镇 尤其是法国的边境小镇 那里有很多的建筑 有很多的美食 都非常的吸引人 而且它是现在所谓的 小众旅游 什么叫小众旅游呢 你可能到了巴黎 你可能到了London 你可能到了Rome 罗马 你会发现到处都是人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所谓的小众旅游 秘境探险 就是去一些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文化的小城镇 没有太多的观光客 你可以很享受在那里面 你可以很chill的去享受咖啡店的咖啡美食 你可以chill一下 然后好好的沐浴在那种城市的氛围当中 所以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去 最不一样最具特色的 法国边境小镇 还有法国的中南部 走吧 这里是法国的史特洛 史特拉斯堡 他就位于德国跟法国的边境 很多很多的人来到德国跟法国玩的时候呢 一定会来这个著名的大城 他也是法国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我后面的教堂呢 高达141米 后面的这个教堂呢 也被雨果他评定为 最美丽的建筑之一 这个史特拉斯堡非常的特别 他特别的地方在于后面的这个木炎造的房子呢 木炎造的房子特色在呢 他的做法是 一直堆叠上去 从一楼开始盖慢慢盖到二楼 所以有可能二楼比一楼大 三楼又可能比二楼大 所以越盖越高 那以前又没有在抓水平的 所以房子都有可能有一点斜斜的 然后木炎造呢 撑在里面呢 刚好加上原料石灰石的泥土 他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他最好的支柱 所以这个就是史特拉斯堡非常特别的地方 城镇里面有消防区 有德国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在德法边境 所以一直以来他会溢主 有时候是德国 有时候是法国 很特别的地方 这里是法国族叫 史特拉斯堡的叫吗 史特拉斯堡族叫 史特拉斯堡 史特拉斯堡 这个大教堂太令我震撼了 它外面是粉红色的沙岩 当做它的建材 阳光一打下去 那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呈现粉红色的氛围 因为它的砖头是橘红砖红的色泽 它使用的就是法国大东部大区 佛日山系的粉红色的沙岩 来把它建造起来 那厉害了 门口的三个入口上面 都有大型的雕饰装饰 最主要的主题就是末日审判 天使圣徒跟罪人 耶稣基督再来和人们的永恒命运 整个场景跟雕刻 它重点是细节丰富 走进去里面看到的是12到14世纪的彩绘玻璃 还有大大小小的管风琴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世界第六高的教堂 它也被称为法国格德士代表建筑 其实当然它这里面还有一部分是罗曼式的建筑 谁要 我要 去买 斯特拉斯堡其实也是欧洲最有名的 圣诞四级标帝之一 很多人认为冬天的欧洲没什么 哪会没什么它圣诞四级浪漫到不行 在这一条主街道在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很多江炳人 很多圣诞的装饰品 非常的棒 听说这里 大教堂也是 所有恋人们举办梦幻神圣婚礼的地方之一 听说 怎么想结婚的来到这边 好像都想来结上一次 那结过了呢 应该是本身也想再结一次 来吧 我们现在没结婚 但是来到这边用餐 吃吃看 在法国吃法式料理跟德式料理 告诉他放哪边啊 这两个就是它们的什么 它这个是传统的 这个是说特别的 这是佩佩 这是我二姐 这次有跟我们一起来 这是我们的司机 没有啦 这是我姿子 哎呦 长得很高 对啊 然后这是 你看他多可爱 对啊 我说他可爱我为什么要笑呢 笑什么 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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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法国斯特拉斯法的德国餐厅 嗯 这个是我姐演的电文拍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伊莎 哈哈哈哈 好吃 诶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 那只不要这样用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是美国香肠 但是因为我们有点饿 就不吃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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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诶诶诶 诶诶诶 还有这个 这个是猪脚 哇这个是德国猪脚 但是他很特别 他有点 对 特别 不要让我笑嘛 诶好好吃 诶诶真的很好吃诶 诶那是我的叉子 跟昨天的布一样 诶 那是我的叉子 诶 诶 我 噢 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我们这一次2023年疫情过后来到了法国的这里是哪里 法国特拉斯堡 你看他们都不是很专业的演员 速度都很慢 真的是哪里啊 特拉斯堡 非常好 这是我们2023年疫情过后来到这个地方 这一次还有我二姐 我们30次出来好像是25年前 出国玩 那这一车他特别带着 他的司机 他儿子 他儿子 你看他长得很高 这个万千少女最爱的一个男生 对对对 我爸妈 对 这是 史特拉斯堡 很棒 史特拉斯 未经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